《潘朵拉》文件中唯一披露的中共政客是誰? 布林肯前往法國修復關係振興跨大西洋聯盟 Facebook告密者衍生 揭露Facebook改變機制破壞民主 士氣低落 蓬佩奧說邊境危機會害了全美國的孩子 譴責了疫團體暗推中共政綱 美國眾議員追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5日 星期二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翔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0月4日前往巴黎 這是在澳洲、英國、美國的三邊安全關係簽訂後 布林肯首次訪問法國 布林肯將會在10月5日至6日 主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部長級會議 並慶祝經合組織成立60週年 跟隨布林肯出訪的還有美國氣候問題特使 約翰·克里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布林肯還將會與法國外交部長 勒德里昂進行會晤 法國將會在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 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 據美國國務院10月1日的聲明 布林肯將會與法國討論進一步加強美法關係 以及印太地區安全、氣候危機 從大流行病當中復甦經濟、跨大西洋關係等等 此前美國與法國的關係因為核潛艇事件而一度緊張 之後拜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討論了核潛艇事件 兩人決定開啟深入磋商來確保信任 在9月30日法國大使埃提安 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見面之後 美法將會制定一個共同的戰略議程 包括支持法國、歐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參與 加強歐盟的防衛和美國、歐盟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並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應對全球挑戰和機遇等 專欄作家曾經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的Stu Kruk表示 中共的崛起及其與這個地區國家的軍事衝突 讓西方國家覺得有必要團結起來 通過建立安全夥伴關係來應對中共侵略性的擴張 他說 三變安全關係的簽署不是唯一聯盟 日本和台灣也有潛力發展成聯盟 還有四方聯盟 也就是英、印、日、澳 還有更多的國家聯盟 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共同努力 以抵消中共的威脅 就連歐洲人也在部署行動 如英法海軍、德國也對台灣海峽進行巡查 因為他們擔心中共正在恐嚇台灣 而這種恐嚇是違反國際準則的 接下來 拜登將會在10月底 出席在羅馬舉行的20國峰會 到時將會與馬克龍會面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在10月3日公布歷次規模最大的 財務文件調查報告 潘朵拉文件披露全球數百名政要 和富豪在境外如何通過離岸資金 和海外空殼帳戶 積累了巨額財富和秘密資產的情況 而這份文件當中也披露了唯一的一名中共政客 據BBC報導 材料來自14家法律和金融公司 近1200萬份事物資料 其中包括640萬份文件 近300萬張圖片 超過100萬封電子郵件 和近50萬份電子表格 有近150家傳媒機構的 600多名記者參與分析 是全球傳媒最大型的調查行動之一 調查發現涉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30多名億萬富豪 政商權貴和多間跨國企業 通過離岸公司引力資產信息 美國之音報導說 這些文件揭露了35位現任 和前任國家領導人的海外資產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英國前首相貝里亞、 約旦國王阿布杜拉 同時也發現香港前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和梁振英被披露參與其中 而彭博社在10月4日報導 潘朵拉文件唯一披露的中共政客 是上海其心投資控股股份的董事長馮奇雅 根據公開資料 1974年出生的馮奇雅 在2018年成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的河南省代表 從2013年到2017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 潘朵拉文件顯示 馮奇雅在2016年在英屬維京群島 成立了一家離岸公司 Link High Trading Limited 目的是投資美股 這家離岸公司資產價值大約200萬美元 公司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登記 但美國證交所記錄顯示公司交易活動為不活躍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說 馮奇雅2019年在中共人大提議 制定更嚴格的法律 來防止涉及私營公司的腐敗和白領犯罪 潘朵拉文件顯示 五大洲的國家領導人往往在其他國家隱藏資產 調查揭露出的離岸帳戶持有人數量 是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兩倍多 巴拿馬文件是五年前 記者對世界各地離岸實體的隱藏資產進行的調查 揭露了全球330多名政客如何隱藏他們的財富 巴拿馬文件中至少披露了有八名當時在任 或前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家族持有的離岸公司 其中涉及中共紅色權貴海外藏庫的大量細節 中共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林 中共政協前主席賈慶林外孫女李子丹等人都有涉及 被稱為Facebook告密者的前Facebook產品經理 弗朗西斯豪根在10月3日播出的 《60分鐘》節目採訪當中 首次披露了他的真實身份 他公開表示自己是幾萬頁洩露Facebook內部研究報告的人 還公開談論了他針對Facebook向聯邦當局提出的投訴 豪根在接受華郵採訪時說 當他在Facebook的公民誠信部門工作時 他意識到該公司沒有向公眾和監管部門披露其產品有害的信息 他說這樣對民主構成了威脅 他說目前認識的Facebook是危險的 而讓公眾參與進來變得很有必要 豪根是Facebook的前產品經理 今年5月從Facebook離職 離職之後他開始扮演吹哨人的角色 他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8項投訴案 指控Facebook在消除其服務中的暴力、錯誤信息 和其他有害內容方面一直有所疏忽 從而誤導了投資者 他還向華爾街日報等傳媒提供了上萬頁內部文件 揭露Facebook在兒童安全、政治極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豪根在節目中指出 Facebook在大選之前曾採取措施 防止錯誤信息的傳播 但選舉一結束 Facebook就將功能關閉 或將設置改回到以前的做法 從而導致了國會暴動等一連串暴力事件的發生 他說Facebook優先考慮的是公司的增長 而不是國家社會的安全 這就是對民主的背叛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認為 對Facebook來說 上萬頁文件的洩露 這樣可能代表了這個公司史上最重大的危機 並進一步惡化了Facebook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 為國會和監督機關提供了重要的資訊來源 因為國會也在調查Facebook在1月6日 國會大廈蘇聯當中所起的作用 10月5日 由參議員布魯門薩爾領導的國會小組 將會聽取豪根的證詞 他說美國政家委應該非常認真地對待 豪根關於Facebook可能誤導其投資者的指控 目前Facebook試圖否認同轉移這些消息 Facebook全球事務副總裁克萊格表示 對於引發全球關注的國會暴動事件 社交媒體不應該承擔責任 10月3日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發出嚴厲警告 如果拜登政府不能解決美密邊境危機 全美國的孩子都會因此遭遇不測 而目前德州正在嚴陣以待攔截更多的大篷車移民 蓬佩奧向紐約WABC電台表示 拜登政府的系列修正政策都是有害美國的 例如開放邊境讓販毒者和販運人口者獲利 阿富汗撤軍讓恐怖分子得益 並讓中共從中餘利 而氣候政策更加是直接幫助中共 拜登政府未能確保美國邊境安全 這個政府基本上已經放棄了 近乎是開放邊境 蓬佩奧表示 大量的毒品正在湧入我們的國家 它將會害了美國人 這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和國家安全危機 它強調說 當有這些漏洞百出的邊界時 這些販毒者他們想出了如何賺錢的辦法 他們不僅想出了如何進入德州、加州和阿里桑那州 而且他們還想出了如何在我們國家各地建立網絡 我們的地方執法部門、我們的警長辦公室 因為毒品而面臨巨大壓力 而且由於本屆政府未能保護邊境安全 全美國的孩子都會死去 面對日益嚴重的移民危機 德州州長阿博特10月2日宣布 他已經部署國民警衛隊 準備攔截試圖越過美麥邊境的更多大篷車移民 據霍氏新聞報道 目前一個大型移民大篷車隊正向美國南部邊境駛來 德州國民警衛隊 今個月將邊境駐紮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大約有2500名士兵 阿博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顯示似乎有數百兩軍車排成一排準備開始行動 阿博特在推特上說 他們正與德州公共安全局合作封鎖邊境的移民激增地點 拘捕擅自入境者 也展示德州國民警衛隊目前正在嚴陣以待 應對日益緊迫的移民大篷車 德州國民警衛隊司令 特雷西諾里斯告知美國廣播公司駐德州的電視台 阿博特打算阻止非法毒品、非法移民和人口泛運 他說增兵有助於國民警衛隊的工作 目前的邊境情況是他從未見過的 據NBC報導 巴拿馬總理最近向美國發出警告說 有至少6萬名甚至可能多達8萬5千名移民 穿越巴拿馬和墨西哥正在前往美國的途中 阿博特承諾通過孤星行動 來確保南部邊境安全 並撥款近30億美元來維持邊境安全 美國國家邊境巡邏隊工會主席布蘭登·賈德 在接受了AL電台的採訪時也表示 自己在克林頓執政時就開始了這份工作 他說他從未見過邊境巡邏隊的士氣如此低落 他直接指責拜登政府完全辜負了美國民眾 美國幾名聯邦共和黨眾議員3號 致涵四個知名的左派氣候團體 譴責他們在美國推動中共政綱 並要求追查他們與中共之間的關係 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 資深共和黨議員羅傑斯 以及眾議院監督和調查委員會 資深共和黨議員格里菲茲 在10月3號致涵美國四個著名的左派氣候組織 包括日出運動 優師科學家聯盟 繼續前行組織和地球工程組織 議員譴責這些組織在美國推動中共的政綱 並要求追查這些組織與中共的關係 議員在信中指出 這些組織在2021年7月7號 給拜登政府和國會的一封信中 以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為由 要求美國政府放棄對抗中共的政策 議員說這些組織特別在信中聲稱反共言論 無益於中國的普通民眾 但是就忽視了中共的人權罪行 和中共治下的中國 才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這個事實 地球工程組織好像不僅要求 美國政府忽視中共對香港民眾民主訴求的鎮壓 以及中共殘暴的人權罪行 還要求美國政府忽視中共對美國經濟 和國家安全構成的明顯威脅 議員的信中提到 你們所謂的信讀起來 更加似是中共自在削弱美國 將責任推給美國 而推進中共的國家和經濟安全政綱的宣傳 這些信也反映了 中共想要制止對中共當局的批評 同時推動中共政策利益的戰略 信中要求這些組織回答的問題包括 這些組織是否與中共有關 這些組織寫給美國政府的信 是否是在中共或與中共有關的組織 指示下起草和簽署的 這些組織是否曾批評過中共的任何行為 例如是否批評過中共對維吾爾族人的種族滅絕政策 議員要求這些組織 在10月15日對他們信中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覆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